移动门户网 服务您的每一点 更好的我们 更好的家 1986到2013 红星梅凯隆27周年 我给你看 你听这圣的话 到后来陈正聪信了基督教 然后香港明报报道 他被裁定盼求12年 到赤柱监狱服刑 那地方我也去过 然后他的妻子谭妙青 6号中午12点多 带着日用品探监 逗留一小时后离开 习惯跟丈夫一块回教会的 他那天看完了 丈夫如常到清衣参与教会聚会 碰巧教会 他每周都有个金句 来自于旧约 来自于圣经的金句 碰巧那天讲的金句 你知道是什么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你说香港的媒体多会发觉 而且香港的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广东人 经常会说一句话 贪至最后得个贫 贪 就贪那个字 贪那个字跟贫 贫 对对对 贫穷的贫 贪字到最后就得个贫 就是如果用粤语说 贪字最后得个贫 绝对是 对 但是两个字因为很像 然后放在这件案件上面 就是绝对是吻合的一塌糊涂 这里还说明一个问题 是很多人忽略的 你知道一个人有巨额财富的时候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 他身边的凑上来的人都是坏人 随着他财富越多 年龄越大 坏人就越坏 那肯定的 所以你看他这就是个例子 小甜甜身边怎么能碰上这么一人 对不对 所有人凭直观就知道 这人是一坏人 就凭直觉 对吧 为什么这么怕 跟很多大部分人的直觉是相关的 我身边我见过很多老先生 身边有东西 比如是古董 我为什么说要把古董捐了呢 就不是我的 你还别惦记着 谁都别惦记着 如果你老了 你的判断力就下降 我想我现在的判断力没有问题 我过20年 过30年 我就算说过50年 我一定是个老糊涂 那我身边的人一定是阿谀奉承的 一定是基于你的各种财产或者名望 就是你肯定是有利用价值嘛 所以呢 这些人 有巨额财富的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注意看 古今中外身边全是坏人 因为我经历过很多 我看见过很多 有很多老先生 比如我们过去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一开始年轻的时候 身边的人都是比较不错的人 随着他年龄增长 越贴上去的人 就越坏 越阴险 越能说那种低三下四的话 因为好人是有人格的 他不去说 对 没有目的 不去图 我一 为什么小田田能跟这个 这叫什么玩意儿 陈振通 为什么跟他那么能够能够推心置腹呢 就因为他能说所有你爱听的话 他能放下身段的所有来贴上你 你有一个尊严的人是做不到的 你要有目的 有目的的人是可以做到的 没目的的人也做不到 我凭什么那么无原则的 是吧 他为什么能做到呢 就是他能够在最后 你问我真的假的 他反正是弄了他好多钱 就是合法的 30亿呢 是合法弄的吧 30亿 前30个亿是合法的 前30个亿 就是说什么叫知足啊 他真的他就常乐了 他要知足30个亿 就够了 他三辈子也花不完了 或者最腐败的生活 对 但是就是想博 你看香港人有一个 你的澳门赌场 他们叫一小博大 我觉得他这心情 什么心情啊 这要博赢了 整个华茂 王国 博赢了 那当然是上千亿 上千亿 但没博赢 就是 我反正作为一个穷人 我实在没有办法 想象说 都有30个亿了 还有800多亿 干嘛使啊 这都是咱们穷人的想法 真是 哲你没有30个亿 所以你没法想 对 但是马先生 你见的有钱人多 这种你看 我们去没钱的人特别爱有这种想法 你是坏人的 你老接近那些人 不是 是这样 就是说 你一个最有钱的人 因为社会财富聚集很有一个特征 它是随着年龄增长 很少有人就是年轻报复 那也不好 就你生下来就有 因为你是船王的女儿 生下来的第一任务就是 我什么时候能摆脱这财产 他们身边全是八个保镖 很不痛快 是吧 这种人是很少的 大部分人积累财富都是通过自己一生 包括美国的富翁 包括香港 包括我们大陆的富翁 更是这样 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时候 他的 就是他所获得的成就变成一个包袱 不仅是财财富 包括他的判断力 所有的这些人最终身边一定就剩不下好人 剩下这种人 那你就面临的就是这个官司 就是这个 而且呢 这个陈正聪一出事了 大家对风水市这个职业就开始非常的好奇了 央及一个行业 你想想说这个风水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因为可能现在我们大陆这边 就是风水这个东西 还有因为老一辈人还在说这是封建啊 迷信啊 还不是一个好像能够完全放在台面上的事 但在香港这是好像是一个非常 现在大陆人也很重视啊 开发房地产的都找这风水师啊 要看风水啊 不是这个因为陈正聪这个事一出来 大家都觉得风水师都是骗子 就因为我对这个完全没有研究啊 我就在想这些算命的呀 风水的呀 包括星座的呀 他们是不是都是 其实首先有一点 他们是不是都很懂人性 就比如说这么 我相信小田田身边不止陈正聪一个人 对 可能有好多人都想听 那为什么陈正聪的获利最多 而且还走得最紧 他肯定首先都非常懂人性 那他特别明白 比如说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 他什么好 他喜欢听什么 我就说什么 你得走先知道人家喜欢听什么 而且你还不能说过了 对 你说过了就不成 人家也不是傻子 对 那都是人精 对啊 正聪啊聪明的聪啊 他这些这个人不傻呀 但是你看 他最后也扛不过他自己的人性 这你说 这就刚才咱说的这种 为什么呢 特有钱的人 他还觉得没够呢 这个是什么 咱们确实像咱们平常人啊 甭说三十个亿了 有一个亿 瞧瞧 对 就停止 我就退休了 真的 停止奋斗了 还干什么呀 享受完了 他们是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物欲啊 跟体力的身上 比如跟性欲比啊 他有一个没底 性欲是有底的 就是说你 使完了劲 对 你不可能 物欲是没底的嘛 谁都 你没到那个地步 你不会设想的那么大 你比如我们现在 有很多年轻人 我看创业的时候 说想当李嘉诚 这就是胡说了 李嘉诚一开始 只想卖塑料盆 塑料花 他没想过那么大 他只是没走一步 才设定更高的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的人 是容易设定一个 极高的目标 但是就不容易理解 但我认为呢 有30个亿的人 想象那个就变得顺利成章 因为我们都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是 比如说你当你有 比如你当有一个亿的时候 你接触的身边的朋友 都是亿万富翁了 你一个亿 你就是最穷的 其他人都是 好说歹说 有三个亿吧 有十几个亿的 你就会觉得 我原来在这帮人里头 我是最卑微的 他不会说我在跟 那个有几十万的人比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身边的朋友 都是亿万富翁 你说的就是我的情况 我这辈子 虽然收入也在增加 但是我永远觉得 我周围的人都比我有钱 是不是我也爱攀附权贵 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我觉得陈振聪 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他跟小田田的接触中 把这个 基于他这个财产 这份财产获得手的 这个可能性增加了 就是他跟他有多亲密 咱们是不清楚的 外界是不清楚的 他起码觉得 这事是可能的了 或者说他认为胜算很大 是不是 因为他不是个傻子 假设说他这个遗嘱 真的还有点靠谱 是小田田在某一种状态下 说过或者是 不管他是怎么蒙 还是怎么着的 有点谱 那么他当然认为这有戏 而且他那个遗嘱 一开始还给 被鉴定为真的 对曾经被鉴定为真的 就是说他这还真不是说 当时打官司的阶段 两边都找的是国际一流的笔记鉴定专家 当时争的也是互不相 对 所以这事 我觉得真的 香港的这种法律制度都值得我们思考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喜欢笑 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犒赏 也是给别人最好的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舒适 Citroen Creative Technology 这个你看我这两天看这个三连上介绍 你应该知道就是美国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一个庄园里 那个庄园是私人的 一对夫妻在家里就是有钱 他原来是英国美国驻英国大使 也是收藏了 收藏很多中国艺术 但是你说这对老夫妻 这就是说在亚洲很少 亚洲有钱的就肯定给家里人 给孩子或者这些 这对老夫妻你说到最后这个钱 包括我的庄园 我都是献给国家 充公了 自愿充公 就我要求世界首脑 就用我这庄园解决你们世界问题 我给你们提供场所 他这个财富观也是有意思 对 西方的财富观就开放 也是自己挣的钱 是吗 我觉得人家有钱的时间可能比较久 就自然就开放一些吧 还是是这样吗 对 西方人也不光是这个 西方人的文化观念认为财富的继承 不仅仅是血缘家族的继承 更多的是社会 所谓的考虑社会 多好啊 这样的想法太好了 所以美国的 美国的一流的富翁 都留下巨额的社会财富 我说的是社会财富 你比如像卡内基 像摩根 像海林顿 像什么盖地 这都有具有的 盖地博物馆 那都是盖地一生的积蓄 盖地博物馆留给社会 你说咱们这个俗人 就觉得他孩子也没意见是吗 有意见没用的 美国人都在这点上 对子女的都是 你像皮尔盖茨说 就是一人给多少 给一千万美是给多少 那倒是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现在在中国住的是那种 就是当然了外国朋友 他可能比较喜欢四合院 但是你真的是要租一四合院 那也老贵了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杂院 就四合院里头的一个房子 那相对来说 其实是住的不是那么好的 然后他刚刚 不是七月四号之前 因为美国假期嘛 他就回美国去了 然后还邀请我 说一块回纽约玩了 我家在什么 有游泳池的大房子 我傻了 我说原来你是有钱人 在纽约呀 那真是不便宜 对吧 他说 不不那是我爸妈的 我只是回去 我可以住 所以人家的概念里头就是这样 我的是我的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对吧 人家可能还觉得 就是我们 这人招的结果 对吧 说我们果然说 人约